与家中长辈感情很好的卢广仲 这次受邀担任伊甸工艺大使 与高龄90岁的长者阿与阿嬷 一起拍摄工艺影片 呼吁民众疼惜身边长辈和照顾者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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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奇 你这头部有点过吗 就漂亮喔 谢谢 在被照顾以及照顾者 这两种身份当中 我觉得其实都很不容易 所以希望长辈们在累的时候 就要休息 因为你们如果太辛苦 我们也会不甘 我阿嬷生前很喜欢唱歌 以前我阿公都是 我都是看着我阿公 在看我阿嬷唱歌 就是我阿公不唱 他在旁边听我阿嬷唱歌 那自从我阿嬷离开的时候 我阿公就 他就突然变得很喜欢唱歌 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透过这个 唱歌这件事情 来缅怀阿嬷 所以我在阿公开始很勤劳练习 他加入社区的那个 卡拉OK 老人卡拉OK 是 那个一个团体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常给他唱歌 然后我在 会谈其他之后 我还会帮伴奏 我跟他说 阿公你要 我拿一个歌本给他说 你要唱歌 我帮你伴奏 能够参与这个拍摄 还有这个 伊甸的这个 老人照顾服务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自己 我家里我爸妈也是 快要七十岁 然后我阿公也是九十多岁 所以这个 老老照顾的这个 这样的事情也是 发生在我自己 以及我们每个人 在未来都会面对到 所以就是希望 透过这个影片 还有这个活动 可以让社会大众 去了解这个状况 然后能够给予资源 然后让更多专业 还有多元的服务 跟照顾可以去帮助 这样子的家庭 卢广仲 与阿与阿嬷 一起做棉花糖 两人笑得好开心 个性活泼的阿与阿嬷 两年前中风复发 需要照料 年过七十的女儿 为她找到 伊甸托老中心 阿嬷一开始 还很排斥 经过中心人员细心照顾 加上交到许多朋友 现在阿嬷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她去那边的时候 她很开心 她每天下课的时候 我回来都会 把地方不能分享 有人跟我搭讪 我会想说 我今天在中心 老师上什么课程 我还做什么运动 她老人家运动 都做我鼻手发脚 就可以 她有去中中餐 在每天 她里面有好多 同龄女士的那个 大家交代没有好 聊天 对 这是这样的事 后来她的身体 在中心这一段时间 慢慢的稳定 是很好 一切都健康 是真的 因为当初 远先去中心的时候打坐 还是没办法坐 对 没办法坐 是 那她就这样子健康 我也很开心 你去上課的时候 什么課是你最感到的 每个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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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来 她做三个人都好 好 好 你很欢迎她先 我先在前面 我就要跟她做 这个很可爱 妈妈再来 稍等一会 根据国发会推估 台湾将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届时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长辈 老老照顾将是每个家庭可能会面临的议题 伊甸服务家跟社区 要成为长照家庭的加油团补给站 就是现在的长辈 每个人的寿命都是平均年龄都是增长的 那相对的 真的就是 当我的长辈九十几岁的时候 其实我也面临六七十岁了 那在台湾等于说 我们原来从大家庭变成核心家庭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 就是一代照顾一代 那就变成是老老照顾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我们活得久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能够活得好 那等到长辈慢慢老化 他有一些照顾需求的时候 那基金会目前有提供两种服务 一个就是我们去长辈家里 就是我们讲的居家服务 那协助长辈的日常生活起居 包括比较重度的长辈可能帮忙他 洗澡还是煮饭给他吃 还是他有附健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依据医师的指示 提供他一些附健的一个运动 那有一块是我们在社区 有做很多所谓的老人的日托 那长辈可以来这个点 他就走出来 我们提供交通的部分 然后让他进来了以后 他在社区 他就可以在这个老人日托 接受我们不管是来自身体上的照顾 还是是生活上 还是说他的兴趣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渴望 在自己熟悉的地区 因为里面有老朋友 有你知道的 你喜欢去哪边吃东西 你个人熟悉的环境 不管是人事物就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希望长辈 他是在地安劳的 然后我们在社区提供足够的支持 让他真的是在有生之年 可以多在社区 留到最后真的是不行了 才进医院 才到我们所谓的 比较是离开家里的那样的 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 让他能够留在社区 变老并不可怕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支持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陪伴长辈在熟悉的社区中 快乐慢老 守护长照家庭的米阿仔 公益大使莎莎坐在轮椅上滑下缓坡 就让她吓得娃娃大叫 接着还得跨越障碍物 将轮椅倒车 或是经过凹凸不平的路面 每一项关卡都是轮椅族 在路上必经的挑战 平常我走路觉得真的是小山坡 但当你坐上轮椅之后 那是一个大山丘 就是你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想要助跑 再往前冲的感觉 但又觉得好像力气太大 而且我刚才微微往后助跑 也过不去 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 适时的伸出手 真的可以帮助到他们很多 像刚刚我真的过不去 小帮手帮我推了一下 我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除了坐上轮椅 体验轮椅族的不便 莎莎也戴上眼罩 感受眼前的黑暗 同时在精神疾病经验者的 真实告白文字中 认识在社会中的各种需求 我觉得轮椅跟那个视障 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会有一种觉得 怎么办 我现在要去哪里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身体 明明这是平常我很OK 但我都没办法了 好难 然后当眼睛全部被蒙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旁边声音好清楚 一点点小小声音 你就会觉得 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地方都很值得 大家来体验一下 然后感受到身上朋友 需要帮忙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常常我们都会呼吁大家 一起来做爱心 但我觉得 这个想法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我觉得这是所有生活在台湾 这片土地上面的人 应该想我的福利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为什么要这样 但当你来到我们这边 好好体验之后 你就发现 那对他们来说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 有时候你要亲身体验才知道 这是大家所需要的 不要觉得 这是特别为了别人做什么事情 为了让民众了解 无障碍及友善环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会举办 第十届无障碍生活节 展览内容包含十年回顾 障碍体验关卡 以及舞台表演等 呈现社会多元需求及样貌 伊甸基金会办 无障碍生活节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讲其实是延续伊甸 一直在声障议题的倡议性 只是以前的形态 跟现在的形态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很多人 看着所谓的声音障碍者 或者弱势者的时候 不要用可怜人而看 而是应该用一个平权 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以至于对他们来讲 会有更多的尊重 跟更多的帮助 十一住行来讲 生活上其实都会有些障碍 但是障碍必须要体会去看 那我们今天在捷运这站来做 其实我们当时就想的是个行动的 不准无障碍 行动无障碍是也比较是外显的 比较容易被看见 其实我们也去过一些国外 其实台湾的声音障碍者 其实在出现率比一般国外还高 其实是应该说 台湾的无障碍环境是越来越好 就包括我刚刚说 因为台湾的捷运不是这么早 1996年才开始 1996年开始来讲 在设计的时候 伊甸基金会就 以身障人权的角度 有介入这件事情 以至于整个的捷运王 起来之后 声音障碍者变成搭乘 就变得很方便 这是这样 那平常来讲 日常来讲 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但这个就必须要大家 能够细相体会 互相的帮助 伊甸基金会 第十届五障碍生活节 即日起至11月19日 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 站阳光大厅盛大展出 除了有障碍体验 无障碍检测 让民众切身感受 也有身障职人 带来首座及摊尾市集 邀请民众一同来体验 宣告结婚怀孕双喜临门的 艺人李千娜 受邀担任唐市政基金会 2024年度公益大使 并特别出席 2024 隆时尾条例 艾波罗嗦春节礼盒 记者会 与扮演邮差的唐宝宝 及庇护商店青年 共同为大家推荐 健康环保的春节礼盒 不管是中秋节 或是各大节日 我每一次就会想到 艾波罗嗦 就想说 这次要送礼了 那我就是想到艾波罗嗦 因为 你会想到唐宝宝 那么可爱天真的一面之外 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工作 尤其是这些手工饼 他们亲自做完之后 自己包装 还有 因为我会常去门市 然后就去看那些唐宝宝 他们就亲自服务这样 你就会想到那些画面 就会觉得 东西又好吃 然后又看到他们认真工作 所以一定要特别支持他们 像每一次要参加活动的 前一天晚上 我都会特别的兴奋 就是因为 每次要期待看到他们 就是他们每天都是 带着笑容 然后 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 就像刚刚这样 做出一个什么行为局 让你觉得他真的好可爱 对 很自然的反应 就会让人想抱抱他们 接近他们 然后因为艾波罗嗦 西班牙语也是在强调说 抱抱这件事情 爱的抱抱 然后就觉得 真的耶 但是我们要不断的 给予 爱的抱抱 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不管是 在唐宝宝身上也好 还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好 我就觉得 爱这件事情一直传递下去 尤其是用 唐宝宝来引导我们大家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是 因为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是不要为每一个人贴上标签 或是用任何标准来看待每一个人 所以 像我自己 身为一个母亲 每次我在听董事长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 像我刚刚在后台听她讲话 我就会默默地想要落泪 因为她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 有爱的人 然后你们一起创造 这么好的多元的地方 环境让他们成长 然后还可以让他们工作 就业求学 我都觉得这些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 比起一般人还要辛苦跟困难 所以我就会觉得 每次都会特别激动 唐室政基金会真的想得很周到 因为你不会想说 我只是要销售这个产品而已 或是只是因为唐宝宝的手工饼干 然后特别有意义 是 不是因为她接下来 还为了健康跟有序这件事情 在做得更精致完善 我就会觉得 你们真的很有心 对 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春节的礼盒 因为她的包装非常精致 而且又那个手杏礼盒 是是是 然后里面又是唐宝宝的手工饼干 我就觉得 好喜欢看 就觉得很开心 对 吃在嘴里但是温暖在心里 对对 很幸福的感觉 唐室政基金会推出的 爱不啰嗦春节礼盒 不只设计精美更强调 环保游墨 环保设计包装 并结合环保议题 推出使用回收宝特评制作的 时尚丝巾为包装 另外由于明年是农年 唐室政基金会 特别以农时尾条例为主题 宣告基金会将继续坚守承诺 实践健康友善环保永续四大任务 那为什么都是农年 希望有更多的孩子 现阶段还没有进入我们 服务系统都能够进来 那希望说我们怎么样子 明年的定调就是 从我们的健康到友善到环保 然后到永续 怎么让他整个来做一个结合 其实不管是商品或照顾 其实健康是最重要 不管是爸爸妈妈 不管是在这边受照顾的这些孩子 其实我们从明年开始 我们一定会打造一个 让孩子在一个安全 在一个舒适 在健康的环境之下 能够成长学习 那商品也一样 商品其实我们 今年就是从 怎么样结合一些健康 而且健康的食材 而且结合小龙 包括结合一些 大的很多的一个企业的 好商品 来跟我们来做合作 那友善就是我们今天 大家可以看 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商品 是跟很多的企业 或跟很多友善的一些团体 来做联名 来配合 让这个友善它可以延细 而且可以善的幸福 让整个一个商品 未来都可以 让更多人来做 悬购 那环保 其实今年我们特别跟FNG 来做一个配合 那我们商品里面有部分的商品 是用宝特瓶 然后抽砂 然后做出的围巾 或做出的那个包装 然后希望说透过 这样的一个包装环保 能够让未来所有的一个商品 其实除了健康 我们要讲求环保 那未来我们单位 其实我们都不用一次性的东西 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任了客人来 或从我们的所有的包装 或从我们的训练 我们都开始转变 怎么样来爱地球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那如果我们不爱地球 其实未来整个地球 其实就会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永续其实就是 不管是跟我们配合的这些 叫做企业 那我们包括说在我们机构 然后我们所照顾的孩子 我们希望说今天你进入我们系统 我们就一辈子的照顾 照顾从小到大 甚至到中老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 希望说能够用全面化的 一生涯的一个规划 让整个一个照顾是可以允许 那包括允许包括人的允许 商品的允许 企业的允许 爱不啰嗦春节礼盒 有唐宝宝首作的 蔓越莓雪球娃娃酥 杏仁伯爵红茶饼干 南枣核桃糕等 精致礼盒满足不同喜好与需求 更有与麻吉猫等IP品牌联名 推出的春节礼盒 让消费者春节送礼 有更多样的选择 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 今年来台的国际旅客 人数约600万人次 创下一核新高 其中约有两成是穆斯林旅客 官船局持续办理穆斯林友善环境辅导 首创在北市热门景点商圈 与交通枢纽周边 如台北101 国际紀念馆台北车站等 共八间店铺设置 穆斯林友善商品专区 让穆斯林旅客 与景点游览时 究竟选购有商商品 来的客人 他们就是说要找到这样子 那个哈拉的餐饮 这些的话 就是也是比较不方便的 如果在这边101 这边提供的话 让游客这些很容易的 可以就是吃到哈拉的东西这样子 平常的话就是在外面来讲的话 要找到这个穆斯林的产品的话 是只有找素食 大部分会找素食去吃这样子 也是要找它的成分 要看那个成分 看成分就是说 有没有这个 不是哈拉的东西 就是穆斯林可以吃的 这个成分的东西 要看这些 像我们买面包啊 也是会就是要看一下它的成分 大部分就会选择一些 比较就是说全素的 或是淡奶素的东西去吃 但是这些东西 对我们来讲 还是有一些疑虑 就是说怕有一些东西 碰到一些 穆斯林不能吃的东西这样 这个商品专区里面的 不管是点心饮品 甚至泡面等等 它都是经过我们中国回教协会 来严厉的检验跟检视 相关的成分都符合我们的教育要求 所以我们在友善穆斯林的环境部分 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我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感谢我们全家便利商店 首先来响应 并且除了目前推出这八个店之外呢 后面还会继续大力的来推出其他的点 那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全家便利商店 当然也要跟各位在场的好朋友们 穆斯林好朋友们来这个报告 就希望大家我们这个便利商店的友善商品专区 推出只是一个起点 未来会继续来努力 所以请大家来告诉在国外的亲友 台北市政府在友善穆斯林环境部分的努力跟用心 所以欢迎大家能够邀请亲友到台北来旅游 那我想台北市政府也会在各位的这个支持跟鼓励之下 持续来发展各个景点 让穆斯林友善环境在台北更加的普及 国际旅客在今年 在台湾这边的一个国际旅客里面 应该超过大概有两成的部分 会是在我们的穆斯林的一些朋友们 那台北市公安局其实在近年一直在推动 穆斯林友善的环境 那也在这个友善环境的过程里面 也让台北市的这一个不管是设施景点 还是在旅馆的这一个数量 他是在全台湾的第一名 那所以我们在全台湾商店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贴近在我们消费生活通路里面 最贴近现场的一个打造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 那穆斯林的这一个专区里面 其实我们这一次总共有八个点 那在这个商品里面 我们结合在台湾目前 超过十个那个厂商的一个部分的一些商品 那希望这样的打造出来 至少目前有五十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可以提供给我们穆斯林朋友 有更安全安心的这样的一个 吃的饮食上面的一个保证 观众局持续推动穆斯林友善环境辅导 最大的那我们期待全国的穆斯林朋友 在台湾的穆斯林朋友 都可以到台北来参加开灾节活动 我们明年依旧会继续来扩大办理 那我们在今年得到心悦平等 也就是最有潜力的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奖 非非伊士兰组织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奖项可以说是台湾首次来获得 那当然这样也是因为我们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国际对于我们 穆斯林友善环境努力成果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当然这是一个起点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精进 让这些点位能够更多 包括便利商店 包括旅游 包括景点等等的 我们都会全面来落实穆斯林友善环境 期待台北市成为不只是台湾的典范 也成为全世界非穆斯林地区的 非伊士兰地区或穆斯林地区的一个典范 这次参与穆斯林购物专区的便利商店 在中国回教协会的指导下 每项商品主义认证 提供穆斯林朋友食品安心的保证 未来也希望扩大商品数量 期待更多厂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加入 二十五万一次 二十五万两次 好二十五万成交 议长戴希青化身拍卖官 亲自拍卖市长蒋万安捐赠的中华队棒球衣 藍色这件是王真志在大巨蛋开球的球衣 白色则是台北大巨蛋第一场亚锦赛球衣 上面都有蒋万安的签名 两件分别以五千元及一万元起标 在一阵热烈竞标后 最后两件球衣都各以二十五万元高价卖出 二十万还有没有 二五 终于追上我们另外一件的价格了 因为每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 其实都是我们台湾地方各议会 跟县市首长的就职纪念日 那为了让这样的一个就职纪念日 能够汇整更多的善心 然后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特别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二手衣 慈善意卖的活动 那也非常开心得到很多议员们的响应 包括我们跨党派的各议员不分年龄 大家都慷慨检朗捐出非常多的衣物 而且有很多都是全国知名的议员 所以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场 有这么多的民众也好 大家热心来参与 那更感谢媒体的报导 让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的确因为本来总共捐了三百二十件 除了我跟万安市长两件拍卖的之外 其他我们粗估一下 估地的价格大概来到十几万 那因为万安市长两件就卖了五十万 那我这两件也卖了二十五万 已经七十五万了 所以这次会有机会可以逼近百万大关 也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能够回馈给更需要的团体 它是我们这次亚锦赛中韩大战 而且又是影球的球衣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势在必行 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可能会把它表框表起来放在公司吧 今天我有这个荣幸做这个上市 这一件我会把它留长者 也希望我们台湾越来越好 议长戴席亲也捐出数十件二手衣 其中这件黑色草牌外套 在现场拍出了十五万元 戴席亲说自己是五月天乐团的忠实歌迷 每次去演唱会 就会穿这件草牌外套 大概已经累计了十多场的演唱会 十位一次 掌握班 谢谢 东哥不错 那个 感谢 为了响应这次十三二手衣的意卖 我特别捐出了跟我很多年的 也是五月天主唱阿信 他所投资的一个操牌的一个外套 那这件外套跟着我带着小孩 参加很多五月天的演唱会 对我来讲非常有值得珍贵的回忆 所以特别捐出来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来的贵宾们 用了十五万的价格把它拍卖下来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善举能够 引发大家更多的善心 来支持需要回馈的团体或个人 这两件只是其中两件 因为一件卖了十五万 一件卖了十万 另外我还捐了数十件的 包括外套衬衫等等的 大概整个一架那边捐的数量是最多的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外套市长也捐了两件 我们雅锦赛的一个棒球应援团的球衣 那这两件球衣也各卖得二十五万 也捐了五十万 那得了这样的善款 我们会捐给需要的慈善团体 为了庆祝议员就职周年 台北市议会在议长戴喜庆的号召下 首度举办议员二手衣爱心意卖活动 跨党派议员都纷纷捐出二手衣 就连在充斥立委选战的议员也抽空参加 爱心不落人后 大家各自宣传一下 因为今天是跨党派的 可是我们今天的采访通知有上面写说 今天不下架任何人 今天只上架二手衣做工艺好不好 因为那个五件衣服都是我太太的衣服 那跟大家报告我们家的卧室是这样 那个女生的衣柜永远是不够用的 挑了五件齁 他很喜欢 但是现在可能穿不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太胖的关系还是怎样 变少了 所以 我去捐牙回家 为了响应我们一长这么特别的活动 他凌晨三点还打电话给我 凌晨三点 所以凌晨三点 而且我们确实说他是七十的 打电话问我说今天可以带什么样的衣服 所以我就接着他电话之后 我也睡不着了 我就开始把衣柜里面发一发 我找到我最买最贵的一件衣服 不过陈佑晨说他觉得这衣服很漂亮 所以我就跟医员请飘价 给陈佑晨跟民众打完交流 好不好 如果穿起来不合身那就尷尬了 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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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破掉我们的力量 我去年因为选举瘦了15公斤 所以有所有的衣服 连我拿去给人家修改 这个裤子拿去给人家修改 修改衣服的那个老师都说 你这不要修了 差三个尺寸不要修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去年就 前一阵子就重新替换了一批的衣服 但我可能又快要替换一批衣服了 因为我现在又变胖了 所以我的衣服都是因为变胖变瘦变胖变瘦 那为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穿起来是什么样子 也为了让我自己保佑的 最后一次穿这件T恤的衣服 脱掉脱掉 外套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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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恤我非常喜欢的这件衣服 是里面啊 这件T恤的是 在里面 那件外套搬掉我会得死 买这件送这件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画 晋级的巨人 25号拍卖会当天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与林逸华 也率市府各局处首长到议会共享盛举 让拍卖会现场热闹非凡 累计至25号中午就卖出88万元 募得款项将捐给台北市市青儿福利基金会 字幕志愿者 李四川与林逸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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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